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星期是我们结婚四十九年纪念 慶祝就剩下你们的外卖 四十几年彼此相处 你问我彼此相熟 你问我有没有彼此相爱 一齐说有点 有没有彼此相争一齐说 有没有彼此相炒 有没有彼此相打 这里我真的要耍手灵头帽 四十九年彼此相熟 但真的有相争相炒 不过这个淑字我查了 查在婚姻当中 查在爱情当中 淑字是有这样的意思 唯有这样你才能够执子之手 与子皆老 怎样呢 是尊敬 是忠于 是讨好 是谅解 是顺从 就得你 是享受 是关切 是忍耐 那属灵呢 那属肉体呢 就是刚才那些字 是我们人与人相处 那这个圣经里面说 你要成为属灵 你不要成为属肉体 用这个字 体贴 保罗 很小心用了这个字 体贴 体贴 必须 必须 是要有这几样的条件 体贴 经文怎么说呢 体贴 因为 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时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时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 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到神的喜欢 体贴 是这五样东西 是 混在一起 从刚才那段经文那里 我看出 体贴 举第一个手指 知道 明白 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明白 但是你不接受 你不同意的 我也知道 明白 因为我煮菜给自己吃 最后吃饱了 才清理灾场 厨房被我用完之后 就成为灾场 那我太太 我知道 我明白 她一边煮 就是一边清洁的 你说 我知道明白 到我现在煮菜给自己的时候 我仍然都是血灑火箭牆的 你知道明白了之后 还要下一步是什么 接受同意 你接受同意之后 他说 拜托你 来信服 看一看 你又要做出行动来 你这样做 你就赢取了喜悦了 刚才保罗说得这么莫死 将他拆解 原来是这五步 知道明白 接受同意 外申信服 化之于行动 就讨得神的起源 起源 起源 是出自神的恩典 因为这个恩典 是神赐过给我们的 不是在你自己里面 无端八时产生对神 这种的爱慕 这种的亲近 这种的体贴 不是的 是起源自神的恩典 我们一起读经文 愿重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经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而这种的体贴都是一种属灵的福气 是他赐给我们的 就是你的根基督是给我们的了 不过 其上 那个工程 就是需要我们自己 来建造的了 那我们可以用 宝石 金 银 来建造 或者是草木和街 草木和街 就是短暂的 是没有价值的 那我们人呢 就要来塑造 出我们 将这个恩赐 成为我们的表现 来吧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固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 属灵的恩赐 或者追求 切勿 是努力 是拼命的 是全部投入去的 用这两个字都是动词 就是说 你上高建造的 是需要你自己去努力的 去付代价的 是要拼命的 不是说得了就得了 当我们这样来 索造 当我们这样来切勿 当我们这样来追求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会产生的表现 产生的表现 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流露出来了 所以我说 且在主女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障碍帮人 全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分会 与神所持的生命隔着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肛硬 良心既然丧重 就放纵私欲 贪行 种种的污蔑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受了他的教 学习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弃 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 是因私虐的迷惑 漸漸变坏 所以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生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属灵 是生活上的表现 不是口头上的称赞 当你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 你就显出 你的属灵生命 以分所思这里 讲一些 我们绝对不应该做的 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 个人与伦舍 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之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要吸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努力 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 分级那缺少的人 污谓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 做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愿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怨恨 愤怒 让骂 语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 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全年们的心 彼此遥述 正如神在基督里头 遥述了 你们一样 教会 教会靠这样的生活 就来证明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耶稣在路加就说 有好事有坏事 唯有证明 你是好事的 就是你结好果子 果子 你主日何就背了 我太太马上可以背给你听 将这两个字变为属灵 一切说 属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人爱 喜乐 和平 忍爱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洁 是日常生活当中 是日常生活当中 活出来的 很出名 神学教授 维珍大学的明星教授 尤金比德顺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他 因为当时他是亚洲圣经工会的 senior advisor 资深顾问 到处在亚洲国家帮助翻译圣经的 他是希伯来文 希腊文 两个原文的博士 两个 哇 那时我在香港 二十多岁 带着那帮青年 就翻译 美国很流行的那本圣经 叫做Living Bible 就将它翻译为 当代圣经 好了 有日 这个西人 捧着一大盒书 上来我写字楼 我不认识他的 他就说 我听见你们这帮青年人 在那翻译Living Bible 这些就是圣经工会 专门给圣经学者 来学习 怎样翻译圣经的参考书 我是送一份给你们 我们这帮无名小卒 被这个圣经翻译大师 这样来认可 你说那种的鼓励 哦 到他满延之后 单人匹马 一个人 就翻译了新旧药 用最新的英文 就译了这本 叫做The Message 英文圣经里面很流行 我又常常用他的 听他上读 出了名 每个人都羡慕 他在维珍教的 叫做Spirituality 那一词 那词题目有一个字 Spirituality 英文就这么说 中文两个字 熟灵 熟灵是什么学科来的 他不是只要普通的学生 他只是开Summer 给一些侍奉的领袖 好了 那我就去了 一个礼拜 由于他是原文 希伯来文 希腊文 即是原文的学者 他给我们看很多书 很多 有些是我们未听过的 天主教的 旁经 艺经 都要我们看 查考了教会2000年来 怎样来看熟灵 由早上童上到晚 晚上还在他家 在客厅那里和他聊天 聊的就是Spirituality 到最后 最后 那个结论 真是 一个字而已 Integrity 融合 融合 融合的意思呢 大家和我一起说吧 上上下下 说吧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 里里外外 都是融合了 成为真 现在的麻烦就是 上那个是真 下那个呢 假 前面呢 看起来好像真 后面呢 假 在左边呢 看你是左边的 我就左了 在右边的 就右了 就是不能够融合 而最紧要的就是 里里外外 你的里面 和你的外面 是一样的 他有一本书 薄薄的 就是将他教的 浓缩 成为了一个书 就是将他所教的 浓缩 英文名 吓死人 叫做 subversive spirituality 颠覆性的 熟灵 subversive subversive的意思 就是说 在什么环境之下 你都能够渗透 用你的熟灵 来产生 颠覆性的 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